综合台媒消息 美国日前公布印太经济框架首轮谈判名单 其中未纳入台湾 国民党方面随后揭露内部文件 抨击萧美琴任所谓驻美代表期间 对美方卑躬屈膝 也无法为台湾换来任何经济利益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消息 国民党民意代表参选人徐晓鑫 游书会日前召开记者会 批评民进党当局让岛内民众白吃莱猪 却根本换不来任何实质利益 我们吃的莱猪 我们开放的福食 那实际上面 其实这个是付出了很多的政治代价 但是美国仍然不支持台湾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徐晓鑫透露文件显示 2022年4月19号 时任所谓驻美代表的萧美琴 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进行了一场视频会议 主要讨论的是 印太经济框架的内容与进度 从文件内容可以看出 去年4月台方代表 包含萧美琴等人就已知道 即使台湾对莱猪核实开放 美国也不会支持台湾 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民进党从头到尾都在大内宣 在编织谎言欺骗我们 4月份他们在谈判会议的时候 就知道台湾没有机会 国民党方面抨击 对比民进党所谓开放莱猪 接轨国际的口号 如今的现实未免过于讽刺 民进党各种宣传 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 萧美琴驻美代表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实际成果却是最后 台湾没得到美方的任何承诺 尤其在区域经济的贸易 你完全都没有参加 在这种情形底下 你如何去奢谈 你的经济成长力 会成为3.5号 你这样一个说法 可以讲说 你真的是吃人说梦话